呵呵 這個音樂 哲哲哲哲 等我一下 哲哲哲哲 oh no 開到三百多幅了 no 我最不喜歡那種很多幅的 開那麼多幅就是免起遊戲啦 不是嗎 沒關係我們就體驗啦 如果真的不好就 就跟大家講不好啦 只是這個遊戲廣告也打很大啊 體驗看看喔 這個配音就好多了 敢害 敢恨 有了恩怨情仇 就有了江湖 先生久留住來了 有了江湖 才有狹義 中文 要我絕對那久沒鎮靜 其實 我並不在啊 紅漆弓 凍凍凍凍凍凍凍 歐陽風 凍凍凍凍凍凍 呵呵呵 噢 這是華山之巔嘛 四大高手 歐陽風 正經 我拿走了 薛霆威沒有讀過金庸嗎 很好看喔 推薦你去看 超好看 不好好練功 我的fuck 我只是為了利用你 謝謝你一直照顧我 好我 和你在一起 是弘一心別最歡喜的時候 好可憐的師兄 教主有令 請聖女得手後 立刻回聖宮覆命 知道了 你們護送少女回宮 其餘人 喔他魔教的 匪紅衣 這個是這個遊戲虛構的人物吧 怎麼不知道這個人物 所以我們就是這個師兄嗎 命還挺硬的嘛 這麼重的傷都沒死啊 哇 這裡是什麼地方 是姑娘 救了在下嗎 欸有全程配音欸 而且配的還不錯 你要怎麼報答本姑娘的救命之恩 只好以身相許呢 多謝姑娘相救 一句多謝可不行 以後你就一輩子跟我的商隊做牛做馬 做牛做馬 只做總馬可以嗎 我現在在玩武俠遊戲 開車開太快 請問閣下尊姓大名總馬 啊 這些都是經典的人物 直接先打副本 第一個副本是草原公主 什麼鬼 喔他是這樣 以這個方法來講劇情的 我不是已經武功盡失了嗎 戰鬥勝利 我沒有戰鬥啊 我沒有戰鬥欸 就勝利了 我們在蒙古結識的郭靖 他與華真青梅竹馬還有六個師父 這麼快就遇到郭靖了 嗯 郭靖哥哥 你快過來 你快過來 好 喔這是郭靖變強之前啦 這邊他還沒有很強 嗯 郭靖的配音 太郭靖了吧 大家知道郭靖就是有點傻呆傻呆的 但是他的運氣就是很好 武功一直變強 就遇到各種機遇 然後來了 戰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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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趕就負傷是怎樣 喔 華真 一掌拍死人 喔喔喔 喔啊我在靠後面幹嘛 華真得了我的指點 救下了郭靖 我只是體驗啦 我沒有要繼續玩下去 目前體驗感覺還不錯 唯一不喜歡就是他開很多個伺服器 就表示他是 感覺很貪錢的那種 我不太喜歡手遊是有分很多伺服器 然後有開VIP的 通常這兩種都會放在一起 所以這個遊戲八成有VIP是 這種遊戲課金人多了喔 多了成多 一定很多 想當年 想當年我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玩那個武俠Q鑽的 呵呵 當時還站上華山之巔了 這不是我在打啊 就是他們自動打一打就沒了 劇情這邊跳過好了 前面 反正我們已經知道他的主線劇情就是有全程配音了還不錯 接下來就是測試他的遊戲系統啦 劇情這邊就跳過囉 喔喔喔喔 怎麼那麼多人 欸我現在沒有重傷了耶 全真劍法 他們角色會一直自動普攻 然後技能滿的時候下面這邊會發亮 我們就可以點然後發技能這樣 好爛的技能 呵呵 柯正二好爛 主角發招 喔 主角招式還蠻厲害的耶 對阿這遊戲配音不錯 感覺出來他們這遊戲有花一點本錢 剛剛DM的那個上一個遊戲就是沒有錢的 快試試吧 他這遊戲畫面也OK阿 你看他的打擊特效 還算OK耶 他這個算半3D吧 可是如果是那種 有VIP的 然後有分很多區的 我就覺得 這種遊戲我不會繼續玩 上面這邊有樹公子哈 呵呵 誰會先動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粉粒少女超坦阿 這個粉粒少女超坦阿 打狗棒法 喔他是黃蓉嘍 好強喔 打狗棒法你是黃蓉吧 你這是黃藥師的女兒吧 這個遊戲嘛 這個遊戲嘛 畢竟他黃蓉設計的就是 他本來就會打狗棒法 所以他戰鬥中不可能 多設計一套另外一個黃龍出來吧 雖然說這個時間他應該是 不會打狗棒法 Who are you 楊鐵心 楊鐵心在故事中一下就死掉了 他是誰阿 楊鐵心是誰我忘記了 喔楊康的父親阿 對對對楊康的父親 楊康是壞人 但他父親好人 楊康是楊康的父親阿 楊康的爺爺沒錯 光暗黃龍 楊康是楊康的父親對啊 楊康的父親阿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比較知名的角色阿 我要東方不敗那種的阿 誒現在年輕一輩的玩家 是不是都不看金庸小說啦 我以前可是整天抱著金庸小說一直在看的呢 這邊還有職業克制 但是職業我看不懂這是什麼 呵呵 一個手掌克制拳頭 我拳頭克制暗器 暗器克制手掌 揚家槍法 不過我也只看金庸的 我沒有在看古龍的 他一直叫我升級這一個 陽鐵星呢 可以飆升他嗎 喔還有加速 這邊可以開二 這邊有幾個按鈕 可以開放速度2 托管中 讓他自己打 這是自己打的意思 喔這樣就自己打 主角到底要重傷到什麼時候啊 每一關打完都會有給元寶 中間這個跑馬燈很礙眼 綁定帳他有拿到專屬獎勵 不綁 呵呵 沒有興趣 在線獎勵 高級招募令 喔 原來這個玉佩是招募令喔 喔在這裡啦 這邊有分掌 劍 力 氣 技 五個職業 然後角色呢 有綠色 藍色是稀有 紫色豪霞 然後再來就是金色神話 戰無忌耶 郭靖 這個郭靖跟剛剛那個怎麼差那麼多 梅超風也是史詩級 梅超風應該只是紫色才對喔 我來找黃蓉啦 看剛剛是不是黃蓉 對啊 就黃蓉嘛 哈哈哈哈 就是他 呵呵 剛剛那就是黃蓉 什麼 楊康是傳奇的 楊康不是很爛嗎 他就是個壞人 小龍女耶 沒看過金庸也看過小龍女吧 楊過 這楊過長得好像真人喔 周梓若 李莫愁耶 這個感覺都像 好像是某個明星的臉放進來的 有沒有 會員期可以得到郭靖 啊就VIP啦 果然有VIP啦 我就知道這個遊戲一定有VIP 等一下再看信喔 先看一下這有什麼 放煙花 祝福 我直接領九天 現在已經開到第九天了 我直接領取45抽 我剛直接拿到45抽耶 這有什麼 喔 直接領元寶 真的假的 我這麼爽 誒誒誒 我一直被那個刀弄到 但是先接元寶啊 有些刀弄得好快喔 有些刀弄得好快喔 本局收益60元寶 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還不錯吧 一鍵領取 頭像框號 稱號 然後又一些抽數耶 喔 真的有66抽呢 欸 直接來個十連抽 66抽 哇 抽那麼大喔 完顏品 好可憐喔 史 史書籍 蛤 真的假的 呵呵呵呵 不要又叫我玩這個 我不玩這個喔 這樣就出史詩集了 不要 不要玩這個 呵呵呵呵 路無雙 我抽到金毛絲王耶 等一下他這個召喚的機率是多少啊 這麼好重的嗎 喔 喔 所以金色還有分啦 金色的角色 我剛剛抽到的金色金毛絲王 是史詩集的 這個機率是5% 然後還有傳奇是3% 神話是2% 那加一加金色的其實也有 也有10%了嘛 呵呵呵呵 對不對 豪霞是紫色的啊 所以加一加出金色的機率 其實有10%啊 只是是不是出神話 不一定 看我高興一下 你看又來一隻 又史詩集啊 史詩集就是5%就會出了 這個其實還好 所以幾乎每次十連抽 都會有一個金啊 因為1%的機率會出金 再一次 再來一次 好爛喔 呵呵這個就很爛的 平治餅 不要平治餅好嗎 爛死 阿 張翠3 是張無忌爸爸對不對 對啊 稱下兒子張無忌 陳茵 喔又來金色了 神話嗎 你別生氣了 傳奇 我不要楊康啦 這邊還可以點就是 如果你招募次數達到一定程度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角色 再抽取19次 必得神話俠客 這誰 不要再給我金毛絲網了 兩次了 這麼多角色還可以抽到他兩次 我也是厲害 心願俠客 獲取機率可以大幅提升 每日生肖一次 一定要選三隻 這邊還有推薦陣容 毒傷派 以天派 外傷流派 減傷流派 反正我們體驗的嘛 我們就選 我們選羊過好了 也沒有幾隻 誰是羊過在這裡 羊過 喔一定要選三隻 羊過張無忌 都選主角好了 還有郭靖呢 沒有郭靖 該類型俠客選擇數量已達上限 只能選兩隻 神話選兩隻 然後一定要選一隻傳奇的 可以不要選嗎 那就只三龍王啦 我們單抽9次就好了 誰是你的 你是誰 Who are you 喔 喔 煩奇馬鈺 喔 增加戰鬥力喔 新角色 神話 我抽到羊過了耶 喔那我保底是不是消掉了 啊保底消掉了 然後這邊這個羊過被變成灰色的 那就再十連抽吧 呵呵 繼續抽 喔又來一隻金 紫山龍王 呵呵 這樣也行 喔又來一隻金 這是誰啊 消香子 蒙古三節之一 這一隻我不熟 他送的抽數還蠻多的耶 哇喔 這些牆角都有上了齁 金毛獅王 抽到他兩次耶 要上他嗎 這樣講好像怪怪的 卡都秒殺了啊 我看招 來不及看招啦 來不及看招他就死掉了 沒超風 這個配音真的不錯耶 他一定會害我六星 要跟沒超風打了 楊過一招把他避掉了吧 我想看楊過的招式 喔 你不要死太快 喔 黯然消魂掌 喔 欸怎麼是打單人 自打單人有點 這種角色不是應該打群體的嗎 未來戰機密召喚是不是類似於限定 喔 我現在沒有在玩了 我也不知道 黯然消魂掌 九陰白骨掌 九陰白骨掌 黯然消魂犯 欸其實周星馳他武功很厲害你們知道嗎 他雖然是以喜劇演員出身的 可是他其實 他是舞癡 是 好 其實應該看一下其他人的招式 這個遊戲有小龍女 但是我沒抽到 對啊 周星馳武功聽說不輸真子丹 不過我也是看YouTube上面講的啦 然後你看以前其實周星馳拍過很多 喜 就連喜劇喔 其實裡面也有一些動作呢 是真的要有練舞的人才能做出來 他那個踢腿踢超快啊 翻身之類的 好啊 點死太快了 金帽四方都沒有看到他的招式 這個小龍女好像是用畫的 有些樣子你一看就知道是用畫的 可是有些長的就好像是 真正的明星的臉 誒 我的金帽四方為什麼在發光 升星 噢 變綠色 我應該先練羊過啊 王重陽 我想要 王重陽超強 姑姑你在哪 哦 又來送五抽嗎 至少這遊戲沒有那麼摳門啊 他送的抽數真的還蠻多的 地鏈 搶元寶 有時候在 主螢幕還會有元寶可以拿 傳說實裝 喔這是實裝喔 這遊戲還有實裝的 這個前期關卡 設計的太簡單了 一刀一隻 誒 問題是剛剛元寶呢 元寶可以換抽數不是嗎 所以我應該是可以再十連抽 現在可以使用三倍加速 三倍加速之後就會送你掃蕩卷了吧 越來越快 我看一下 這些元寶可以幹嘛 這什麼東西 喔 獲得一個稱號 你可以選你自己想要的稱號 香港大俠碎片 澳式群雄碎片 或者是 彎谷長青碎片 呵 澳式群雄吧 頭像框 香港 澳門 台灣 那就選台灣啦 喔 所以這遊戲可能是香港做的囉 兌換商品 這是活動 登入遊禮 喔 又來了 高級招募劍 喔 零零零 零零零 呵呵呵 可能剛好遇到新年吧 要送很大 招募遊禮 領取 領取 喔 還有愛心可以點 新春節 對啊 你這些培養角色的時候 他都會送你5抽5抽5抽這樣送 挺爽 又可以10連抽了 我才體驗 一個小時吧 不到 我已經抽了70抽了耶 哈哈 哈哈 什麼都沒有 我是想知道這個元寶 可以直接這樣買 好貴喔 呵呵呵 280元寶換一抽啦 元寶沒有很值錢 嗯 我躲了一隻角色 今天家人打麻將 剛剛下樓刷牙路過得到100塊分紅 半夜不睡覺看影子直播的好處 100塊好像 嗯 不太夠 你多走幾次啊 多路過幾次 呵呵 看他會不會一直給 你就走過去說 剛剛刷牙刷不乾淨再刷一次 是 競技場欸 我們先痛載這位俠客吧 會用這麼弱的不是玩家應該都是電腦 欸打贏這個有元寶欸 排名第一名 戰力57萬 我的戰力才15萬 伺服器第一名 我們來看我現在的戰力可以打到第幾 欸他這鍋鏡很硬喔 這鍋鏡黃龍有點強 暗然銷魂掌 喔喔 憑什麼他就 他又攻擊下樟又破防 你是暗肯吧 欸這個鍋鏡有點猛 我終於看到四吼弓了 好爛 呵呵呵 但是暈眩他 很爛的四吼弓 但不怎麼樣 我排名上升到900多名了 來打這個749名 3 4 9 3 4 4 所以只有楊過的攻擊比較高 欸接下來我就打不贏了耶 我只有15萬欸 不過花錢只能待在大概700名左右 傳奇是只比神話再弱一點的啊 既然你是傳奇那生你吧 欸可以掃蕩 掃蕩需要消耗乾糧 掃蕩一次消耗1000 海藕玉寶閣商人是否前往 欸你就楊過啊 喔 可以用元寶買東西喔 應該沒有華陀 華陀不是金庸小說的人物吧 李時珍應該就有了 李時珍好像聽過這個名字 開啟自動推圖 自動推圖 什麼意思 免費體驗2小時的自動推圖 呵呵呵 蛤 Pokemon BGM喔 你是說那個要進廣告的時候嗎 噔噔噔噔噔噔我是誰 噔噔噔噔噔 皮卡丘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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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下瘟長 可惜是打單人 一個神話角色勒 怎麼會是打單人 像這個楊過啊 他那個臉就是一看就知道 是真正人放下去的臉 不像是用畫的 但是其他的長就比較像是用畫的 像這個啊 一看就知道是用畫畫出來的 Shooting Wing 不要把我心裡OS講出來 肚子餓了就張開口 呵呵呵呵 江湖祭室 地皮惡霸 呃 獎勵會給那個錢跟糧食嗎 給來蠻多的 算是一種副本 頭像框要選台灣的 氣泡沒有什麼特別 他這個一直有紅點 我就一直想點 賤 石莊屬性可以疊加 喔 這遊戲石莊有 有屬性的 還可以疊加欸 十點抽 好醜喔 誰啊 陸葬客 看起來就是一個色胚 喔又來一個金的 好多喔 石獅 石莊屬居然做出此等種武蜂們之勢 宋元喬 武當七霞的第一個對不對 宋元喬 我覺得這個遊戲 前期的關卡 好簡單喔 他可能不想讓人家有那個 不儲值就會卡關的感覺 敵人都一招死啊 嗨 AS HAPPY 好久不見了欸 他們好像都會打我第一個人 對不對 他們一直K我楊過欸 還是 還是楊過有自動嘲諷 好久不見了喔 其實這個遊戲技能應該有很 很複雜的系統 他每個角色的被動好像蠻多種 只是這個敵人都 太快死了啦 我都看不出來我角色到底強不強 你看楊過這個技能也有冰凍 這遊戲連你爸也在玩 你要不要去問他你爸課金課了多少 誒 這個開啟圖鑒還會加戰鬥力喔 誒 這個開啟圖鑒還會加戰鬥力喔 這種就是拚排名的啊 拚排名 然後排名高的 獎勵就會給很多 就是逼大家一直想要衝在前幾名 這種手遊的話花比較多錢 想當年我武俠Q鑽也花了不少 這個遊戲跟那個武俠Q鑽也太像了 畫面再好一點 誒 他沒有減血喔 翔龍十五掌誒 下一關 怎麼少了三掌 呵呵 打法看翔龍十五掌 你看這個臉 這個臉看起來就不像用畫的啊 然後黃蓉的這個臉一看起來就是用畫的 就是他好像有一些人物是用真人的臉下去 模擬出來的 沒有 這不是工商 現在是在體驗遊戲 每個禮拜通常都會找一款手遊來體驗 不過這款遊戲當初是有找我工商 沒清 我們那時候有拒絕 另外幾家也在找我 所以同時 一起來我就拒絕了 我覺得遊戲系統可以 他的戰鬥系統OK啊 我覺得 畫面也還OK 蛤 這個也可以領元寶 等一下啊 先讓我領完 我就覺得中間那個跑馬燈 一直彈出來很 很礙眼喔 又一直擋住我的視線 楊過給100 楊康給50 所以抽到新角色這邊都可以領元寶了 這關西圖耶 他有把關西圖全部放出來 有沒有 這個是副職 想當年有武俠Q鑽 可是用張三豐加他的武俠妻子 就大家當時都沒有練武俠妻子 因為武俠妻子裡面有像這種什麼 張翠三啊 像這種 就是平常是藍色紫色或還要嘛就是綠色的角色 沒有人練 然後那時候有張三豐開出來的時候就開了武俠妻子的緣分 然後全部一起上的時候變得超強 瞬間讓我站上华山之巔 全似乎是第一名 欸 地區選擇有台灣港澳跟歐美耶 消息推送我關掉啦 對不對 難道是打勾嗎 欸真的耶 蛤 喔沒有啦 還是有啦 又彈出來了 呵呵呵 不夠十連抽 我只能八抽 呃 七抽 好不好就七抽吧 好 國警安打 進來可吼 按熱叫 貓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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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Hassha 衹哒 Don惜 還是冇了 塞 好吧這遊戲就 玩到這邊 我覺得這個遊戲 有點算是粉絲相的游戲啦 而且如果會喜歡玩這個遊戲的人 通常年紀都在可能三四十歲左右 甚至還有五十歲 所以他們的錢包啊可能會比較厚一點 然後大家花的錢就會比較多 所以想要當伺服器前幾名就會比較難 呵 你可能就要花更多的錢 呃 所以這個遊戲 我是不推薦大家玩 我自己也不會繼續玩 因為他還有開了很多伺服器 然後又有VIP制 所以我個人自己也不喜歡 就感覺到最後沒有人玩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合併伺服器 然後你就要跟其他伺服器的高手在那邊對戰這樣子 有可能有些伺服器還比你早玩 比你早玩很久 然後突然變合併的時候你就比人家弱很多 所以我比較不推這種遊戲啦 不過排除這些點的話 其實他的音樂啊 然後配音啊 全程配音這點都不錯 戰鬥系統我覺得也OK 角色的技能我覺得其實也蠻多樣化的 他的技能都是有算攻擊%數 然後會有額外的效果 而且每一個角色有四個技能 可能是一個技能三個被動吧 有沒有開場觸發 一進場的時候就會觸發 然後還會有讓敵人暈眩的機率 所以他這個角色每一隻角色其實都 技能都蠻特殊的 有攻擊觸發 對對有全體治療 可惜就是感覺有點免洗啦 好吧今天直播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各位如果有興趣也是可以去下這個遊戲 但是就是要 心裡要有一個底 可能會花蠻多錢的 不過花錢就沒有VIP 各位再見囉 掰掰